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以一个美丽的愿望 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你要播种太阳 还没唱完 播种一颗一颗酒口料 会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 你为什么要唱太阳 因为今天呢我要做的这道菜 跟太阳有关 你知道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乐队叫病断 当中有个成员叫太阳嘛 对 但是呢我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跟什么有关系 因为我的这道菜叫Big Sun 哦 那还是有关系嘛 对不对 太阳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 是由剩饭组成的 哦 剩饭是白色的 那怎么让这个太阳变成金黄色呢 就是让我们要加入蛋清 明白了 我们先加入蛋黄 要加入蛋黄 就加入鸡蛋就好了 加入鸡蛋 我平常吃饭呢 可能会剩下的饭 对不对 但是炒饭又觉得很麻烦 而且经常吃没味道 就会吃的有点 哎呀 你知道吃多了 吃什么都没味道 对 对吧 人家剩饭很爱做的一个做法 叫这个蛋炒饭 蛋炒饭 我们今天就把蛋炒饭呢 换一个方式 把它煎成饼 哦 其实也就是蛋炒饭变成饼 不一样哦 不一样吗 对啊 那个是蛋炒饭 它是散散的 是 但我这个是鸡蛋饼 它就变成一个太阳 你看我们放了两个鸡蛋 就已经变成黄色了 是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电子 这样它就会比较粘稠嘛 粘在一起 你这样让我想起 那个著名的笑话 什么 就是白开水 在咖啡馆卖得很便宜 那有一个咖啡馆 卖那个白开水 卖得很贵 一杯五十块钱 为什么 名字叫心痛的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你这个蛋炒饭 本来就只能卖十五块 它换一个形状 换成叫 比比 比 比赛 对对对 我们叫比赛 大太阳 价格翻好几倍上去 真的 心痛的另一种感觉 而且你想啊 如果你的闺蜜 你的好兄弟 我没有闺蜜啊 我的好兄弟 我的闺蜜 今天心情 我的好兄弟是你的闺蜜 我的好兄弟或者你的闺蜜 对 你的好兄弟或者我的闺蜜 心情不好 失恋了 失恋了 股票赔了 那你就做了一个这个 大太阳 送给他 卖点 卖给他 让雪上加霜 送给他 让他心情好 让他心情好 然后呢 那我们在这里边呢 会打底放些盐 是 好 然后呢 放一点点鸡精 嗯哼 不要多啊 嗯 然后呢 我们放一点 哎 这个关键了 咖喱粉 放咖喱粉是关键哦 平常你们吃的蛋炒饭都是鸡蛋火腿 青椒什么的 是是 很无味嘛 嗯 我们今天就放点咖喱 哎 你知道为什么吃那个 那种做的蛋炒饭会无味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无汁 哈哈哈哈 所以无汁者无味 好冷哦 喂 好 搅拌它 对 然后放一点葱花在里边 是 嗯 什么时候做这个大太阳给身边的闺蜜吃 哎 第一种可能 什么 失恋 失恋 失恋的时候人生很痛苦 对不对 嗯 第二个时候呢 股票熔断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说这个伤心的事情 这个这个应该比连续失恋更痛苦 对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做一下轻易的这个啊 对 大太阳送给对方 哎 就是告诉她 熔断的原因是因为太阳太热 哈哈哈哈 哎 会有很多人伤心的哈 伤心 为了配合这个阳光呢 阳光有些粒子吗 有些辐射对不对 阳光有黑子 哦 黑子啊 然后呢 所以今天这个是红紫 红紫红紫 另外另外一个组成的元素 哎 我们就放一点小番茄在里边 是的 因为它有咖喱嘛 对 再放点番茄 对 就更有硬度味道 而且真的是红色 掺杂在黄色里面是很好看的 对啊 嗯 然后我们拌一拌 OK 现在就可以开火了 好 没问题 中火还是小火 中火就好了 小火吧 你知道开这个小火啊 如果把这个饭弄进去 最重要的一个处理它的字是什么吧 是什么 是瓣 瓣 因为小火瓣是最好吃的 加油 你赶紧加油 好了 现在要加的这个油呢 是2015年上周推出的优质10比1 白金优选食用油 和食物搭配在一起进行烹饪的话呢 可以优化膳食脂肪酸的比例 这个油我们可以稍微多一点 我记得我有一年啊参加超女 真的吗 很多年 很多年前 对 然后在我被刷下来的那一刻 我说了一段话 然后就被网上疯传 真的吗 我说谁说发光是太阳的专利 只要你相信自己 你也可以 听到没有 这就是他离开超女的原因嘛 没有 不过这个话倒是蛮有道理的 对啊 对 就是不要以成败论英雄嘛 对 而且你要相信自己 嗯 哇 好棒耶 我们要用这个小火哈 先把这个鸡蛋 摊平 摊平 这有点像 摊鸡蛋饼一样 鸡蛋饼 对 底下放油 嗯 然后整个倒进去以后呢 来给大家摊平 对 我们至少要像个 要像个太阳吧 没错 总是不能像个 一半的太阳 感觉好心酸啊 哎 你看嘛 这个月有阴晴云缺 嗯 太阳就没有 太阳都没有 所以你像这个月亮 其实你可以形容为像 都形容为女子 就是表示她是有很多种情绪的 哦 但太阳始终如一 无私地散发着光和热 哇 就像你离开超女时候的那段话 哈哈哈哈 那段话一样 是 而且我之前还听过一段话 嗯 就还也蛮励志的 哦 她说如果就是如果像比如说 熔断啊 失恋啊 就是很多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都会有阴影啊 嗯 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前方有阴影 不要害怕 因为你背后有阳光 漂亮 嗯 那一般什么时候需要说这段话呢 就是比这个熔断和失恋 更更恐怖的一种心痛的时候 是什么 就熔断之后失恋 哈哈哈哈 熔断之后钱都没了 然后失恋了 这个时候就要说这段话 对 没关系 你的背后有阳光 背后有阳光啊 好 接下来 还不行 要再等一等 要等一等 嗯 而且这个翻个的这个过程啊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一个人到底是厨艺高不高明 就看待会摊的这张饼鸡蛋饼 能不能给它翻过来 哇 这个好难的 这真的蛮难的 我到现在就一直在担心 你待会会破功 会吗 我担心 为什么我有这种预感呢 这好像人的预感器 接下来就蛮零的是不是 对 好 二 好 怎么样 完美 完美吗 非常漂亮 对 这就是厨艺高超的人呢 嗯 都会把这个东西弄得很好 比较很圆 真的是不是有很像太阳 我们就可以关火 因为米饭本身就是熟的嘛 没错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大太阳 哦 放得到这里 噔噔 这个哦 还要再处理吗 还要再处理一下 嗯 我们把太阳分给大家 这是一个多么 有意义的事情啊 是的 是的 这是个良好的寓意嘛 嗯 希望这个光和热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接下来呢 要加入的东西是 对 加入一点这个沙拉酱 哦 沙拉酱 嗯 看 沙拉也是蛮漂亮 这个沙拉要是不来的话 我跟你讲 这道菜出来就慢 为什么 因为沙拉布莱曼 哈哈哈哈 来来来 还要放一点芝麻 还要放点芝麻 对 嗯 金黄色的 对 光和热 对 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 对 所以呢 芊姨做的菜 往往在外观程度 都是可以拿满分的 你一说它是太阳 我都不忍心下手 可以啊 你要把温暖吃进去 吃完我的太阳之后 就内心又柔软 又温暖 而且你散发着光芒 也可以温暖到别人 就吃这个饼意这么重大 对啊 我跟你说 东西都不重要了 好 代表各位尝一尝 我现在就觉得你这个名字 真的起来好 怎么了 因为你想蛋炒饭 锅里煎完之后啊 它就很热 温温热热的 不就是阳光的感觉吗 对啊 对不对 不错啊 是不是吃上去没有米饭的感觉 没有了 因为它外表裹着这个蛋皮 感觉就已经把米饭 有很多人其实不爱吃米饭 对啊 那主食这样子吃的话呢 比较有味道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它有一种印度的阳光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呢 做一道叫护上游爆虾 护上游爆虾 就跟上海有关 对 你为什么要在腹部开刀 做这刀 不是 不是 我们把虾 刷下去 哇 着了那一瞬间 你看 红烧肉 游爆虾的颜色 是最让人有食欲的 我一见到这种颜色 我就不行了 当那个汁呢 完完全全的 包裹上面 有点像爆浆的那种声音一样 壳切进去